这一看 惊出了他一身冷汗 这么多的人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步伐出丝毫声响的隐蔽起来 没有任何可能 嫌疑人特别贼 有时候他那种专业贼 听见一点的风声扫动 我跟你说都会引起这种警觉 这个时候只有抢 抓捕小虎同时行 十四名换救验医人悉数落马 至此 经过一个多月的连续奋战 这个精心组织的系列道响犯罪团 被成功打掉 全国开展三变专项斗争以来 北京市破获了一批盗窃破坏电力 电信 广播电视设施的重大环境 切实改善了北京市中原地区 电力 电信 广播电视设施周边治安秩序 实现了通过三变专项斗争 确保守核政治稳定 社会安定的目标 我们想的就是要设置一个长效的工作机制 就是把这项工作呢 长期延续下去 2007年6月至12月 由公安部 中央宗制办等八部门 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 打击盗窃 破坏电力电信 广播电视设施违法犯罪专项斗争 取得了辉煌的成绩 截至2007年底 全国公安机关 共破获盗窃破坏电力电信 广播电视设施案件 4万7千多期 缴获财物价值1亿4千多万元 抓获违法犯罪人员4万多人 打掉2千多个犯罪团口 查处违法经营 废旧金属收购站点1万6千多个 经过整治 全国盗窃破坏电力电信 广播电视设施案件上升的势头 得到有效的遏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